注意看,这个男人拥有预知死亡的能力就在刚刚 男人名叫钢弹是隶属于邪恶组织九头蛇的部下 而他还是一名超级异能者 只要触摸到任何物质 他都能把身体的分子瞬间同化 成为超级战士 这天他接到任务去抢一份机密文件 而文件就存放在神盾特工局内部 他赤手空拳来到这里 左右开弓瞬间干翻一个小罗罗 特工眼看招架不住立刻火力压制 但子弹打在钢弹的身上 愣是连根毛都没掉 钢弹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文件 转身跳窗逃离了现场 随后就把文件发给了九头蛇 很快神盾局长科尔森就接到了消息 原来这份文件记录着十几危险物品 方尖杯的下落 一旦这个东西被九头蛇拿到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而此时方尖杯就保管在福伯勒的仓库里 这时一名指挥官收到局长的电话提醒 让他好生看管加强守卫 可还没说上几句 钢弹就从背后出现偷袭了指挥官 幸好特工小美及时出现 一脚将钢弹踢飞 可下一秒 钢弹抡起黄金大铁锤 就朝小美砸了过去 好在小美身手敏捷 完美避开了大铁球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两枚特制电流子弹 瞬间麻痹了钢弹的全身 随后钢弹就被关押起来 锁在中国制造的防弹玻璃中 就在他们以为高枕无优时 突然钢弹居然消失不见了 注意看 这个男人不一般 就在刚刚 他还被锁在中国制造的防弹玻璃中 下一秒 另一边 特工们火速前往仓库 寻找坊间碑 可他们完全没有发现 钢弹就悄悄地躲在墙边 经过几番查找过后 小美终于看到了坊间碑 这时钢弹却突然出现 在背后偷袭了小美 可他怎么打得过钢弹 瞬间拿起坊间碑准备反击 可下一秒 他的手臂被瞬间石化 钢弹也被吓得连忙后退 此时 特工们听到动静也赶来支援 击退了钢弹 但小美伤势严重 必须马上手术 可是他们现在在郊区 医院离这儿 可有十万八千里 来不及细祥 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可小美的伤势根本支撑不到医院 于是他果断拿出匕首 对身边的特工说 就在这时 钢弹突然出现在马路中间 只见他单手称帝 身体瞬间同化为坚硬的水泥 下一秒 钢弹站起身子 缓缓地走向车子 看着掉在地上的断臂 深知这东西十分危险 他走向车弦 伸手触摸车上的轮胎 等手臂同化为橡胶之后 才慢慢地拿起坊间碑 然而谁也没想到 他都已经这样小心 可还是被坊间碑感染了 注意看 女人只是轻轻碰了一下这个男人 下一秒 女人竟然被瞬间实话 就死嗝屁 我的天哪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久前 钢弹接到一个任务 去神盾局手里 抢夺坊间碑 钢弹知道这东西危险 还给自己加了一层保险 可没想到 他还是被感染了 钢弹回到安全屋内 从一排排小盒子里 拿出打火机 不行 木头 也不行 皮革 还是不行 无论怎样 他还是无法将坊间碑排出体外 正当钢弹一筹莫展之时 一个神秘女子出现了 说自己可以帮钢弹解决困难 他拿出一个神秘戒指 当然作为交换条件 梅娜希望钢弹拿出坊间碑作为交换 不料钢弹不想武德 一把抢过梅娜的戒指转身就走 但众所周知 宁得罪小人 莫得罪女人 梅娜明显不是个会吃亏的主 她把钢弹消息卖给了神盾局 不仅如此 梅娜还告诉了神盾局 关于坊间碑的情报 原来坊间碑早在20世纪初 就被九头蛇发现出土 但触碰过她的人 无一幸免都变成了石头 没人知道她的来历 也不知道她的作用 于是九头蛇的怀特博士 就拿着坊间碑去做人体实验 在屠灭了几个村子之后 她找到了这个神奇的女人 经过各种惨无人道的实验 他们发现了这个女人 不仅对方兼兵免疫 还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 为了得到这种能力 不是把女人所有的器官 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此时钢弹正在交任务 而神盾局也通过梅娜的情报 锁定了他们的位置 正当神盾局准备行动时 一个特工却突然打晕了所有人 原来男人复仇心切 拿着一把狙击枪 就想干掉钢弹 好了本期故事就到这 如果你们想看续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和关注哦 谢谢